你可能不知道,拉斐尔的名作《雅典学院》里藏着一个有趣的秘密 在这幅画中,拉斐尔把古希腊线线全部收入 更神奇的是,人们发现拉斐尔把自己画到里面 并且用达芬奇的外貌代替了柏拉图 用米开朗基罗的外貌代替了亚里士多德 那么,拉斐尔为什么要用米开朗基罗的样子去画亚里士多德呢? 可能是因为他们都足够勤奋 作为唯一复兴三杰之一 米开朗基罗和另外两位格格不入 我们知道,达芬奇聪明绝顶,帅到让人打110 而拉斐尔看长相就是小奶狗,风流涕躺,颇有女人缘 唯有米开朗基罗长得比较一言难尽 而且乌落偏逢连夜雨 年轻时因为和人抬杠,还被打歪了鼻子 至于工作性质,和其他两节相比则差距更大 达芬奇和拉斐尔在艺术领域以画画为主 结交的都是富商民们 而米开朗基罗却是个使将 于是,达芬奇·拉斐尔为贵妇人画画时 米开朗基罗在砸石头 和达官显贵台艺术时,米开朗基罗在砸石头 和富家名媛一红尾翠时 米开朗基罗还在砸石头 因为天天砸石头 米开朗基罗比较刚烈 一言不合就怼人 有一次他跟达芬奇当街争执 如果不是因为老艺术家达芬奇得意双心原谅了他 这唯一复兴的二节很可能在佛罗伦萨的街头对砸酒瓶子 想想场面都相当感人 长得丑,脾气暴,不会聊天,还不耍甲方 那么,米开朗基罗靠什么混迹唯一复兴三节之一呢 1508年,教宗让他创作西斯廷壁画 他很不乐意 因为米开朗基罗不屑于画画 他的爱好是砸石头 他认为画画太低级 但看在教宗的面子和不菲的稿费 勉强接受了订单 但前提是,在创作完成前谁都不能看 经过了漫长的四年创作 教宗验收的时候傻了 发现和自己要的完全不是一个东西 但教宗还是歇悦成福 因为米开朗基罗靠他的天才创意和艺术水准 早已远远超越了甲方需求 完成创世纪壁画 在爬下脚手架的那一刻 一个永恒诞生了 但米开朗基罗却因为长期眼料 丢到眼睛中几乎看不见东西 脖子也歪了 在创作西斯廷天顶画创世纪的时候 天顶距离地面差不多将近20米 而米开朗基罗要在这样的高度 创作一幅将近500平米的油画 米开朗基罗对作品要求极其苛刻 不允许助手帮忙 于是所有的细节他都亲自绘制 他每天拎着野料桶爬上爬下 仰着头举着胳膊 整整创作了四年 画一般人脖子以下已经解枝了 但米开朗基罗装人面见 他每天不是在教授架下沉思 就是在寒冷的教堂穷隆下仰视 为了校正色彩 他亲自磨制颜料 每天除了休息四五个小时 全部时间都在研究人物和构图 除了天才的灵感 米开朗基罗用自己的专注力 对痛苦的忍受力 和对艺术的极致追求 让他的每一幅作品都成为传世之作 他是唯一复兴时期伟大的画家 建筑师 诗人 但他最牛的还是雕塑 和绘画相比 砸石头不仅是技术活 更是体力活 需要超强的体力和顽强的意志 米开朗基罗对艺术的意志 正体现了舒本华关于意志的阐释 舒本华认为 意志就是生命力 意志的本质源于人的缺陷 而产生的无休止挣扎 挣扎遇到阻碍就会痛苦 意志一天得不到满足 意志的主体就要痛苦一天 而人则成为意志的手段和工具 因为自身不完满 米开朗基罗更渴求作品的完满 他成为自我意志的工具 米开朗基罗说 天使被囚禁于大理石之中 而我必须将他们释放 在创作大卫的过程中 米开朗基罗把这种意志贯穿到底 米开朗基罗生活在意大利的动乱年代 环境的不稳定 让他深切渴望一种强大的精神寄托 这和霍布斯和马基雅维利的经历 十分相近 他们都是因为颠沛流利的环境 而影响了自己的思想 所以在他手中 战胜戈利亚的大卫 从一个少年变成一个健硕的成年人 大卫坚强的面部表情和硬朗的身体 一座伟大的 完满展现人类精神的 成为人类身体美学符号的雕像诞生了 艺术理论家瓦萨里评价米开朗基罗 一块没有形状的石头 能被还原成自然界无法被创造的完美 这是一个奇迹 《五夜复兴三节》中 达芬吉活了67岁 拉斐尔活了37岁 而米开朗基罗则活了89岁 米开朗基罗不喜欢女性 一辈子没有结婚 所有的精力都用以艺术创作 和达芬吉草稿化了不少 做出来的不多不同 米开朗基罗在即将离开人世的时候 一把火烧掉了自己所有手稿 让他的创作过程和自己极致的彩思成为永恒 从此 人间只留下他的完美 在人类璀璨的艺术场合中 无数的艺术家靠着天赋 灵感和极致的追求 为人类奉献了永恒之美 黑格尔说 艺术品之所以能震撼人的心灵 在艺术美比自然美更具完满性 因为它是人类精神的场物 能够最大程度反映人的理性精神 而米开朗基罗的创作 正是黑格尔关于艺术美学的实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